宣誓人請就位 宣誓 請舉右手 向上伸直 手掌放開 鬍子並攏 掌心向前 宣讀誓詞 非常感謝這段時間我們的包含民進黨和經濟黨所有黨公職 還有我們地方的支持者 地方的志工 還有所有慣心台灣民主這一帳的朋友 在這段時間 很短的一個月的時間給我們非常多的幫助 大家也非常辛苦 當然更感謝台中市第二選區的民眾 我們的選民朋友 願意給我們這麼大的支持跟鼓勵 那所以再一次回到立法院來 當然身份跟上一屆在這邊是不分區委員 代表的是團體專業 這個部分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知道說在任務的調整上面 還有我們要服務的對象上面是很不一樣的 那選區委員本來在生活上面或者是在議題上面所接觸的 會比過去在不分區時期接觸的更廣 那這個光譜的兩端會更明確 或者是說有更大的差異 那這是身為區域委員必須要能夠考量 也必須要能夠思考到的事情 那如何能夠照顧到最多 最弱勢或者是有需求的民眾 這是我們在接下來任務裡面最重要的事 我想其實我們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 台中市第二選區 我們經歷過罷免公投跟補選 那台灣也在就是前一段時間我們經歷過公投 我個人在這兩件事情所得到的結論 我會認為是說第一 不論是執政黨或者是任何的政黨跟政治人物 有責任把你的立場 對於重大議題的立場 對於國家未來方向的立場 清楚的跟民眾做說明 爭取民眾的支持絕對不是什麼哪裡是票倉 什麼顏色這件事 而是你如何爭取你的選民理解我們在做什麼事 而且支持我們繼續去推動我們想要推動的事情 或者是他們希望我們推動的事情 我想激進黨接下來的選舉規劃 我之前也提過 民進黨跟激進黨在我的這個選區 我的評估就是 我們是合作與競爭 我們在共同價值 或者是共同的這個目標上面我們會合作 但是我們當然要維持很好的良性競爭 維持好的良性競爭是政黨彼此進步非常好的事情 那至於宇貞是不是有這樣子的考慮 我想這個要尊重激進黨的評估 以及宇貞自己的評估 我沒有辦法替他們做任何的回答 沒有啦 就謝謝他們體諒我 那當然我想我在台中市第二選區補選的這段期間 我看到了很多選民 尤其是地方的阿姨姐姐 他們看我的那個眼神跟心情 我覺得就跟我的父母看我的心情跟眼神一樣 就是他們會 一方面很心疼你會辛苦 二方面他們也很知道說 我們要堅持我們想要做的任務的時候 他們會給我們全然的支持 所以很感謝家人朋友 那也很感謝我們的選民